台北的舞台 作詞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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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這裡來參加 從台北看東京 東洋城市文化論壇的第二場 我是台北文具籍的策展人 林宣長 孫德平 大家好 這一場是我們城市文壇的第二場 也是整個台北文具籍的 第七場的世界座談 從3月1號整個台北文具即開跑來 很多熱誠的讀者 觀眾參與文針活動 我們今天的活動 接續向來 除了3月1號的台北看首爾還有東京 接著還有香港 上台和大馬 我們藉著從城市的眺望中 你看到我們對文學的習慣 我們希望藉著文學的閱讀 文學的策展 文學的講座 把台北城市的美好 永遠留在我們的城 和記憶深處 今天我們歡迎的四位 我們先用熱烈掌聲 謝謝各位 我們也來這個座談的主持人 就是陳國偉上説 他目前是國立中興大學 臺灣文學跨國文化民進所的副教授 他這幾年對東亞城市論壇 對類型小說都有很大的研究和發出 所以我們現在請陳國偉的老師 謝謝各位 謝謝光學姐 今天非常的高興有這個機會來 擔任這個場次的主持人 那我想其實這一次的台北學系 安排了這樣的一個 城市跟城市之間互相眺望 互相觀看的這樣的一個論壇的主題 我想其實是非常的為主心采 那我們今天其實在座的幾位 其實要來跟大家談一談 其實對大家來講 可能是很常會聽到 或者是很多人其實也曾經去過的東京 那我想因為時間寶貴 我就不在意用太多的時間 那我先來稍微介紹一下 今天宜慧的嘉賓 那從右手邊第一位是陳文堂老師 那陳老師 其實是一個選擇作家 那他今年的3月才剛完成了 出版100本著作的Drum曲 那他這幾年其實出版了很多關於 日本的作家 尤其是一些文豪作家 把這個文學跟這個日本的這個風景 然後經典相關跟這樣的一個 做一個結合的一個書寫 那他剛出版的這第一版本 諸佑剛好就是跟這些宣傳之間 很多深門 所以我想待會陳老師會為我們帶來 非常精彩的關於這方面的介紹 那右邊算數過來第二位是張文君老師 那張老師現在是台大台服務所的副教授 那他之前是東京大學的博士 那其實做的是 這個日本跟台灣基地大學的文學的研究 那待會他其實也會從台灣跟中國的學生 到東京的這個旅行 求學留學的這方面 相關的這個角度來切入 來跟大家來分享 那在右邊的這一位是孫子平老師 那孫老師現在是自由負擔的業績 那他其實是詩人小船在台市場 那他這些其實也出版過 以東京為背景的一個作品 非常的受到各種的歡迎 那待會他跟我會負責來談 比較大方代理的這個文學跟東京這些關係 好那我想我們這個就直接的進入主題 那我們就歡迎陳老師來跟我們來談一談這個部分 你好爽 好安 午安 今天來現場我大概都不是喜歡日本 就是喜歡這種文學 我今天的任務是要把我過去這十幾年來 來到日本去投資文學旅行的售貨 藉由今天的機會來跟各位同分享 我做的這個文學的這個地景之旅 其實是整個是陀融的旁邊 不單單是東京或者是京都 當然我本來一開始 我們去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有點押忍 應該是台北可以進入吧 因為京都的文學豐富的不得了 但是東京其實也不少 其實也不少 只是因為我們大家都 就是喜歡到日本去遊的人 或者喜歡這個文學周圍的人 大致上都會把這個觀念 就轉移到京都 因為以京都為背景的這個文學周圈 其實在力量流史上面 其實豐富的非常多 那其實東京在整個文化和文學的發展上 也有一段時間跟一定程度的展現 那麼就京都 就東京來說 在我在從事的日本文學地景之旅 那當然這個文學地景之旅 其實是從作家的作品開始做發展 那我最早很大膽的去從事最難做的工作 其實是更新乎乎的關係 我最早做的一本是這個 原始無語的文學之旅 就是我走進去 原始無語的那一部日本的國寶 想說的地址我通常把它找出來 爸爸做這個指示符在哪裡形作 他形作的地方畫了好多個 其實那些都是在我心目中認為文學景點 那麼第二部文挑戰 就是日本的戰績文學評價物 很多喜歡看日劇的朋友都知道 這個原意精緻的提議 評價物裡面的主角 那麼我是先用兩部日本最難的 或是對我們來講最難的兩部 國寶的這個古典小說 那這個這兩部古典小說 被我們台灣的文學評論家 大地我也是日本古典小說的雙地 地就是那個碧雲的碧雲 那麼後來我也做了這個 軍都跟奈良這兩個 兩個古都 那麼也做了這個戰國 因為戰國有很多小說 戰國就是以武士為名的這個小說的地 不過是要把它當歷史小說的那個角度去重移 所以一樣可以在這些小說裡面 找到被奈良國的這個地 那麼後來的後面的六本 都全部以作家的作品為主 傳達康城的文學運行 三道文具物的文學運行 下戶素食的文學運行 還有司馬雕太郎 司馬雕太郎是以版本文貌秘書 因為版本文貌在台灣是比較受高主義的 那這也是有點偏頗 我還是以時常好 提出版社著想 所以我們就採取這個司馬雕太郎的版本文貌 來作為這個從事日本的文學地景之類的一個要件 包括國企瑞尼蘭 以及這個前天才出版的跟著版本文貌 跟著介燦龍之界 訪羅生門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羅生門 可是自從羅生門不是我們所知道的羅生門 羅生門真正的故事其實不是 這是因為我們都來自於黑澤民的那個導演 那個電影 黑澤民導演是把兩部小說 並為一部電影的故事 那真正的羅生門其實他的故事 不是那個人是誰 你是誰 窮手是誰 在從事這些日本的這個文學旅行的這個過程裡面 所以他耗盡了經歷 耗了很多的金錢 就是非常愉快 因為發現日本是一個非常重視文學和文化的一個國度 比起台灣來講 我覺得我們台灣包括政務也好 文藝也好 在這個部分其實是弱了很多 因為就是這個部分 他才會去做這些什麼叫文學地景 那事實上我們 就是我們到日本去觀光旅行 其實不管大街小巷 其實你到處可以發現 那個都是日本的政務 他們會把比如說摩摩作家的誕生地 把它列為是文學景點 摩摩作家的這個故居 他也把它當作是這個文學景點 甚至於小說中發生的故事的場景 他也會把它列在一個地方 這個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像我們到京都的影子劇 它大處都有標誌 那個原始物語的景點 他都會把它說得非常清楚 那我的意思就是 在這個部分對於文學的重視 是一個令人覺得又快慰 但是又有點漢言 說我們台灣這個部分 好像我們是一個不重視文學的國家 好像文學是旁邊的 他不是族民 我們一直在強調政治 可是文學其實是政治的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可是不知道 那我在從事這個東京也好 或者是其他地區的這個文學運行的探索的時候 唯一最大的感受就是 如果我是日本人 我應該是很快樂 如果我是一個日本的作家 那應該是非常的快樂 不是說日本 他們那樣的重視作家 重視文學家 從文字來 雖然生活難免不輕鬆 但是事實上 文學家在於日本的地位非常高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有一次我去日本 我們要進那個 那個沈田機場那個關口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護照跟證件巡物 當你要進去的時候很麻煩的 要填好不好好多的資料 不像現在很簡單 填好多的資料 很多的情侶經濟幫我辦 要填好多的資料 那我要進日本的時候 那那個海關人員 檢查了半天以後 告訴我 那個地方有問題就是 我沒有聽到 我先求我找到 有些旅行是發問題的 我就把那個單子 我知道日本人 日本人是一個 那麼重禮貌的 那麼重禮節的國家 我也很有禮貌的 把那個說明書把它轉過來 讓他看 就是他已經就 因為這樣我給我比較清楚之事 他跟我指的那邊 原來是我的職業 沒有提那個 那個 有些人不知道我是幹什麼 他也沒有問 所以他空白在那邊 換了自己錢上去 我跟前的作家 兩個是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就是教科以外 就是寫作 所以我就寫 我當然不是寫教育 我都是老師嘛 可是我就寫作家 結果那個海關的人員 他是一個 他是一個老師 他看了一下以後 蓋了章 他就教給我 教給我 不是很平常的資訊 可是你知道嗎 他站起來 跟我行了一個 九十度的 那個魚公里 那我嚇了一跳 那我也跟他回禮 之後我就進去了 進去了 進去以後 我就不可思議 我也想不到這個答案 結果 我就站在後面 他看不到的地方 他就已經進去了 結果後面 排隊伍後面 其實也是台灣人 那 因為他都講 台語道 我剛剛聽到 結果輪到他們的時候 沒有沒有 那個海關人員 並沒有跟他進去 突然發現 欸 一定是 我是前的那個作家 因為其他的 他裡面注意看嘛 作家是新貼上去的 他當然不可能不一定 不是我自己多 多慮 多想 那 那 我自己從這個經驗 跟我們從 考日本這個經驗 發現日本 真的是 沒什麼重視 閱讀跟 喜歡文學的 一個國語 一個國家 我常常去住了一個 那邊有人的家裡 他是學理工的人 在他們家的 那個書家上面 居住都是 日本的文學作品 像我自己的 全體也好 全體也好 我都覺得很失意 然後我就問他 很多理工的人 都不會看這樣的書 他說 念讀文學 是我的習慣 從小養成的習慣 哎呀天啊 我突然直接 想到出來 台灣 台灣讀書 記錄封氣 封氣 封氣是不好的 習慣是他們從小就養成 閱讀文學作品的習慣 可是台灣是封氣 像政府來推動 比如說文學雜誌 社來推動 文化學來推動 大家來閱讀 或者是像大家的文學活動 那我是覺得 在從事這個 這個文學運行的過程裡面 讓我 留意到這一點 或者到這一點 那當然方面 感慰 然後方面 也覺得非常開心 至少 從事這個文學 地域的 這個 旅行的過程裡面 讓我有什麼 這樣會更增進我 多閱讀 繼續閱讀 就是 這個文學作家的 小說 散文 通路的閱讀 它 從裡面得到 非常多文學的養分 那也促衷我 在學說上 非常重要的 一種 多文學 我相信 跟我大概同年紀 就是十年紀 大概都 在早期的閱讀習慣 其實都是受到 東洋文學的影響 在文青的那個一代 就是 就是讀這個 這個文學作家的作品 是它 支援台灣的 中將後的 第一代 文學創作者 一個非常重要的 就是 文學的養分 所以 包括東洋文學 就是 我剛提的這些作家 他們幾乎是出生在 東洋文學 大部分 也就是在東洋文學 大部分 除了讀器類義 中外讀書的孩子 那 從從從這個 因為家庭的關係 後來 還沒有在東洋大學畢業 所以我想 現在先放一個 小影片 就是 我把我這幾年來 提 那個 日本的文學 以及這個 重要的景點 其中的 幾個作家 那不是全部 我想我們那個 東洋文學 就是 以東洋文學 寫作者 日本文學 寫作者 非常多 包括現代 更近代 我們在按照 我們自己 從事的 工作 過程 飄演成為 知名度 比較高 台湾文學 比較熟悉的 日本的作家 他們的作品 跟東洋文學 有關 而且 我覺得這個城市 如果沒有文學 這個城市 再怎麼樣 都沒有氣質 東洋文學 當然現在很多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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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去那邊 有的朋友 剛剛講到 東洋文學 去的 排名第一 就是京都 因為京都感覺就是古老 文學的氣質 也蘇編的 都漂亮 東洋文學 這幾年來 我覺得在文學的發展 讓這個城市 看起來 不會那麼庸俗 所謂俗俗 就是 全都是 高級級通戰的一面 最有型的 最時貌的通戰的一面 它實際上 在文學的發展過程中 也幫了這個城市的活動 因為這個城市 看起來 一路不必可爭 更漂亮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小小的 一首各個時間的影片 來看一下東洋文學 對 這個 很可怕 那是一首歌 那是一首歌 一首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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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我們在裡面 那我覺得簡單的先跟各位分享 謝謝珍珠老師 剛剛其實幫大家介紹了一個 建構了一個非常豐富的東京的文學圖像 那我想過去很多人 其實台灣人很喜歡到中間聚合 那甚至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在那個名之神宮的大塔區下面 就是你在那邊其實只要你去 請人家幫你拍照 我們就一定遇得到台灣人 因為那個大塔區的木頭是從阿里山去的 那可是呢其實很少人可能會 從文學的角度去遊歷東京 去感受這個東京的氣息 東京的節奏 那雖然日本有非常多的大文豪 非常壯的作家 其實是出生在日本各個地方 但是因為後來很多作家 其實都到東京去 生活工作 所以其實東京變成了一個 原文蕙瑞之地 其實也變成了現在的這樣的一個風 那我想這個 接下來 張文宣老師會為我們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到底這個 跟台灣比較相關的這些 台灣的留學生也好 或者是中國從中大陸去的這個留學生也好 他們在這個明治時期 到東京去留學的時候 到底怎麼樣的觀看東京這樣的地方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到這邊來分享 就是我對於 我從台灣的出發 然後去看 東京這個城市 它可能對台灣人的感性 以及台灣人在想像 或者是說在去 描摸自己對於都市 就是對於日本國民的時候 產生了那些感受 然後希望可以提供給大家 就是如果 你有興趣到東京去旅行 或者是說 可能有做政府理由 這樣子的打算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想說 在我們的前輩作家 他們可能創造出 或者說他們感受到了 東京的那些那個特質 那我自己 後來發現 就是陳老師剛剛的那個 就是照片裡面其實 可能都跟我重比了 而且都拍得沒有漂亮很多 所以我真是覺得說 其實大家可能看到 一些部分都一樣 那我最近 真的剛剛在那個 陳老師的那個畫畫裡面 看到 其實這是那個 東京大學的指示門 那我自己在 98年去那個 這個念書的時候 其實因為我對於 日本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感覺 沒有太大的習慣 也沒有討厭 就是一個重遊學生 然後就去了這樣子 那不過就是 後來我會很信心 因為如此的關係 那所以就是 當我有些感受的時候 然後其實不太好感受 然後譬如說 遊學生我總是非常懷悶 然後非常 又窮 然後又沒有錢 去到處去花天酒地 都是幹嘛的 然後會產生 許多前途茫茫 然後跟周圍的台灣人 日本人 中國人 然後在就交往 交朋友的時候 會有些好的不好的地方 就發發牢騷 然後後來就發現說 欸那其實在那個戰前 也就是在日時時代 他們到日本去留學 台灣留學 台灣前輩 以及說中國人的作家裡面 也是都可以看到一些 相似的那個心境 我們會知道說 赤門是那個 就是東京大學的一個 那個象徵 那可能之後 就老師也學會踢到他 再看後來 也在當代文學裡面 像是在賴翔宜 跟衝浪先生的小說裡面 都有出現過 那其實赤門 不是那個東大的那個正門 正正門是另外一個 那個鐵門這樣子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裡有歷史 那其實我會推薦大家就是說 可是你去東京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地方開始 就是這個地方是 東大叫的車站 叫做冷箱305 然後到這邊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像經代書 吳迅、郭墨若、玉掌夫 然後台灣作家 像是你想得到的 像是張王環、吳永夫、王翔熊等等 那好多作家 其實在戰前去日本 去東京念書的時候 他們都是坐在這附近 也許他們不一定是 中大的那個學生 不過就讓我們去看到說 當時的那個就是從 人家介紹的這個是 從本鄉 然後到上野的這一帶 當時很多 到現在還是很多學校會聚集在這邊 那同時他也會有一些 比如延伸到玉茶學那邊 就會有一些不行班啊 然後再延伸到那個神田那邊 就是有名的舊書店 這是一個就是 很像是一個文教區 然後或者是一個高級的一個 那個知識基金所聚集的地方 那也因此它會吸引了這些 可能是來自於就是 日本的周圍的可能是殖民地 或者是說 也在一個近代的一個那個 就是民族國家的一個 那個進程裡面 發現了說自己有在 吸取學問的虛熟 然後所以就來到了這個地方 那但是在他們 吸取學問的過程之中 他們可能會一方面會 就像我當時去日本的時候一樣 就是一方面會覺得 哎這個城市如此的美好 方便乾淨人們都有禮貌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會覺得 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在這邊根本不入 從後來在旅行的過程之中 反而會讓我更多去想到 那我自己的國家呢 或我所來自的城市呢 我自己本人並不是台北人 我是彰化人 那所以說我的那個城市經驗是 先馬路來到了台北 然後再到了那個東京 那所以在我是回想 就是我的 在我在東京 混坐在可能是某個小旅館宿舍的時候 然後去聽著窗外的雨聲 或者是說 激進的那個就是馬路坐石柱 車身的時候 我會一邊想著 其實很多人都會來東京 就是會覺得這邊 覺得可以買到自己想買的東西啦 或是說 會有許許多多的那種選擇的可能性 文化文明都有一些如此的興盛 可是 對比出自己的那個城市 或自己的那個國家 也許會感覺到 並不一定是一種來不及的 或趕不上 或是遲到了的焦慮 但是同時 我會想到說 那在20世紀的前 的初期 來到東京的 去看到這些風景的 母訊 或遇到說 郭莫洛 然後甚至台灣的那個作家 他們也在裡面去感覺到一些 就是我希望可以在這個城市裡面 繼續享受這種美好 就是他可以提供給我這麼多的資源 但其實我好像不是那裡面的一部分 然後種種去對照出我自己的寂寞 或是說我所屬於的那個環境 去住台灣 或是說對他們而言 可能是中國的那個寂寞 那所以 出書會 可以讓大家看到說 在很多的那個台灣人的作獎 早期的那個作品裡面 他們會寫到他們住在 東大本鄉的那個附近 然後他們都會 那這個 然後我們看 剛剛在那個陳老師的畫面 有個漂亮的 就是 是那個山木祖石的三四郎 這部小說裡面所出現的那個石子 它其實本來沒有名字 他在東京大學裡頭 然後是因為 山木祖石把這個地方 作為他那個小說的一個主要的場景 所以他後來他就被俗稱為是那個 被大家叫做三四郎師了 然後他 就說其實本來並不是那麼的有名 但是因為他是小說而有名 從而我們會看到說 來到東京 去想要去追尋日本 如何邁向火牆兵的那個 的 的 的足跡的 台灣或是那個 中國的那個 近代知識分子 他們也可能會在三四郎的那個 失戀 然後去瞭解說他們 也許他們本身也不是東京大 畢國大學的那個學生 他們可以在那邊去 眺望 相互促使 或是三四郎 眺望很多的風景 然後去思考說 那個 他們所看到的 這看起來其實如此 富麗堂皇的學校 呃 這麼的西化的 然後 其實我一開始去 去東大的時候 非常的驚訝 因為跟台大好想 尤其是那個就是 建築物的內部 跟台大非常非常的那個類似 那可是當時他們都是 冠有帝國這樣一次的 那所以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當我們再去看到了這些 呃 我自己在那個這些小說裡面 去看到 呃 我也曾 呃 我的心情其實 也跟當時就是說 懷抱著 希望可以為自己的地方 做點事情 然後來到了東京 所以我覺得說 那他們以帝國之名 然後可以去 創造出這樣好的 呃 令人懷疑 令人眷戀的 或是令人羨慕的 這樣子的文明 那背後其實我們的殖民帝 或我們身為殖民帝 或是身為被 可能是呃 在落後於日本的 想要努力追上的這些國家 這樣子的那種寂寞 他可能又是第二層 或是第三層的 然後他們所描寫出來的 一個那些那個 呃 就是說心情 他可能會是 現處在 比如說當他站在 呃 就是像自己的小說裡面 去看像 呃 三四郎最後的寂寞 那他的寂寞可能是另外一種 比如說 他們同時都會愛上 在東京出生的女孩子 知識的女孩子 那就會用戀愛來去表達 自己對於那種 就是呃 現代文化 或是文明的野萌追求 但是我們會看到說 在那個 台灣或是中國小說家的 那個 的作品裡面 那些戀愛通常都不會成功 然後他們呃 而且他們那個 戀愛的那個對象 都很有限 就是 就他房東的女兒 那其實就我們會看到說 他就是 遇留學生 所以他必須要寄宿在 當時的那個 就是東京的人家裡面 那當時東京會把自己的房子 拿出來 給 給那種就是 很不認識的 又不親戚關係的 呃 的學生 或所有學生借助的 那很多一部分都是 他們是 呃本來是舊幕府的武士 然後後來 因為明治唯新之後 所以使得 那對武士這個階級 就沒落了 然後他們就沒有那個 維生的能力 所以就把自己可能 本來有一個 還不錯的那個房子 然後就 空出一間來借給 呃這些就是 為了要求取自己的國家的 進步而來的 這些那個 那可是 所以我們就看到說 在他們的小說 在呃 尤其像 玉達夫跟郭茉若的小說 最有名的 就是無論他們現實生活 到底有沒有娶到那個 就是 就是日本的那個女孩子 或者說那種房東的那個女人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在小說裡面 那反映出來都是一種 求之不得 或者說真的在一開始 他就已經覺得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會讓他設定出來 這些這些女主角 他們可能都已經有婚約在身 或者是說 他可能就是一段 從一開始就不可能的 就是一個那個戀情 然後那個戀情的那個方式 其實會跟 那個戀情的一個那個發生方式 他除了像我們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 就是上述時人的小說 我們會看到說 就是我之後 希望就是大家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可以從東大一路走到上野區 其實蠻近的 可是他在那個地圖上是 他在那個路線上 是兩個不同那個電車路線 只要從東大的後門一直走 穿過一個板 你就會看到這個 上野公園 那上野公園現在 那樣的熱門 就自己天大一定 都會在那邊上看到他 因為他是東京最有名的 那個賞櫻花的那個地方 然後他就緊接著 東大的那個後門的 就醫學部 然後後門那個地方 你要去畫一個板 板就是坡道的意思 然後坡道是 坡道跟合宿 就是我會覺得說 我們在 如果去東京旅行的時候 我們除了就是做方便的地鐵之外 那其實我們可以去 比如說你實際用腳去走走看 或者說就 因為如果時間有限 你可以用那個 坐公車的方式這樣子 就可以看到說 東京其實是 由高高低低的那個坡道 所組成的這樣子一個地方 然後他們全部都 因為他東京旅行的東京旅行 全部都沿著河 然後流向海岸這樣子 那所以那種河邊的風景 跟板的風景 他其實會跟台北出生的人 台灣出生的人 跟上海或是北京出生的人 他們去感受這個城市的時候 會是這樣發現一個 很不同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我們如果這樣子 欸 實際去走的話 就會看到說 後面有一條板 那是東方外在他們小說 店裡面怎麼寫到的 就是一個年輕的東京地步大學的學生 然後他就走在那個板上的時候 因為每天都要通學 那所以他就有遇上一個 他幸福的這樣子 一個那個女孩子 那我們也可以從這樣子的 一條路上去看到 比如說像張文環 台灣作家張文環 台灣作家烏有福 在他們小說裡面 他們也是寫到說 他們就是每天的 從那個東京大學的附近 然後走到那個 上野公園裡面的 圖書館去念書 或者是說他們就走到那個 上野公園裡面的 有很多的那種就是 呃就是有很多的那個美術館 然後或者是 因為東京藝術大學 就在這 就在這裡面 他有美術學的部分 那邊藝術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他們就會從追求知識的 這個東京大學很相附近 然後一路到了就是 上野公園 這裡面有去多多的 同樣也是吸取 近代文明的知識 但是那去 呃有 但是那比較偏向 藝術的這樣子一個那個層面 然後我們就會看到說 他可能就是 在經過這樣子一個 那個不行的過程裡面 一邊思考人生的意義 以及個人的那個存在意義 一方面他就把這些情懷 激活在一個人 在路上遇到了一個 女孩子的那個身上 然後可是 這是一番那個 求知不可得的那個戀情 那剛剛那個就是 那到了那個上野之後 那其實就是 就是到了這個上野之後 其實大家就可以在 不論就是可以去觀賞櫻花 或是觀賞就是 花劍這樣子的一個那個儀式 他對於那個日本人來說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去發散自己平日經歷的一個 那個狂騷的一個時候 那同時你也可以從上野這邊換車 然後就做到那個淺草 所以我今天要講的 這個第二個部分 那可能到了那個淺草的時候 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啊這個是旅行團 都一定會載大家去的地方 然後而且你可能會覺得說 去到那邊就是那個 一定都會去那個中間市 就是他裡面的 就主要的一個那個 就是賣很多小東西的那個地方 那同時你可能會覺得說 啊這都是賣野外國觀光客的啦 就好像不出來不去那個 哪裡到處都會看到 就賣同樣的那個市場一樣 那其實淺草是一個很深的地方 就是會推薦大家 如果可以有花比較多的那個時間 然後你就走到 不只是走那個 全草的那個主要街道 你到他的那個後面去看 就是他後面那些比較進擊的 看起來已經開始有一些沒落了 但其實他旁邊賣的是 可能是從江戶時代以來 樹林所實用的一個那個 那個江戶上的江戶文化的小路 然後就會看到說 其實淺草這個地方 他就明說整個那個就是江戶 從江戶時代一直到現在的東京 所以有了種種的聖禮族混雜 聖禮族混雜 然後色語那個就是 或者是說那種色情官能的消費 然後他跟那種就是 這種神聖性的那個廟 混合在一起的一種 古特的文化洋太 那我們會知道淺草最有名 就是淺草寺 這是觀音寺 所以他是一個比較佛教的一個那個寺廟 但是淺草他連吉緣也很近 吉緣就是吉緣多酷 就是從江戶以來所設的一個 公昌的一個地方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在這麼近的地方裡面 就同時有那種就是讓 神聖的領域的這個寺廟 然後跟就是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它還是一個蠻大的一個 風化區的一個那個吉緣 他就同時並存在這個江戶城 就是今天的皇居的 大概是東北的地方 就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 如果就是說 你們從那個淺草的那個周圍去走的話 就會看到說 比如說他們會供應須須須多多 就是 一個 一支牙籤 可是那個牙籤可能 可能是首標的 然後所以那一支牙籤 要加台幣1000塊這樣子的東西 通常你就會覺得 什麼鬼啊 就是我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來吸牙啊 但是 你很快你就會發現說 欸其實人家那個是藝術品 就是 它其實是把藝術工藝跟那個 把藝術跟樹齡生活結合在一起的 可以去讓你去看到說 他們是由這樣子的那種 就是生活的細節 然後去體驗出那個整個的那種 就是從加速時代到現在的 一種那種生命館 那同時我會推薦大家 知道前場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去他後面有一個 就是有162年歷史的那個 兒童樂園 它是一座花屋夫 就是它從 你可以 看我後來說 你可以看到它是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叫雲霄飛車嗎 對對對 然後它非常的低 然後就覺得 就是它旁邊就是在 它旁邊就是 它離一個房子非常非常的 很近 然後它最近 它在中間的正中心 然後房間 那地方非常的小 它就給它那種 560年前來 它就讓我們去看到前場這個地方 它就很快速去引用 引進的西化 然後把它變成是那個 東京的這樣子 一個庶民的 大家就是都到了 就是 就是帶小孩 然後去外面館 當然它也有些很現代化的 一些那個 就是遊樂設施 它在給它那種密集的 不是袖城 而是密集的那個樣子 其實它大概都會有 獨大套館 就是拿這個 槍鏡頭去那邊爬 因為整個 看起來那個周圍太大 太鬼 太鬼 非常有趣 那而且前場這個地方 它並不只是一個 有傳統文化的地方而已 你沒看到說 它除了把這些傳統的文化 變成是一種庶民學的 生活的一部分之外 你還可以看到的話 每年夏天 他們還會舉行森巴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巴西的那個森巴熱舞這樣子 那你會看到說 就會有一些 如是飯的時候 然後然後那種 那種 有種傳統老闆 傳統店家老闆 就會告訴你說 哎 煩死的根本就是 亂來啊 是不是 但是那就是前草 可以從260年前 一直到今天 都這麼有活力的那個原因 那其實大家如果就是說 走累了 就可以去那邊吃一下 日本從江戶時代的那個 代表性的飲食 比如說像天婦羅 比如說像是鰻魚飯 那個在那個 前草附近 都可以讓你去看 找到一些 有幾百天的飲食 然後 以一碗飯的時間 跟一碗飯的價錢 讓你去體會一下 就是那個人 怎麼過日子 這也是 就是剛才那個 有那個 陳老師有講過 我想就是可能 因為時間關係 對 你去 如果等一下有在介紹就是說 你可以用怎麼樣的方式 再去 蓋來 中心課程的時候 那所以就是說 在這個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其實東京跟河的距離 跟那個 那其他人的那個地勢 都是可能是 可能在自己 習慣的那種台北 或者是說台灣 那個生活裡面 所不曾感受到 那在那裡面 也許我們會對照 可以去對照說 那為什麼這個東京可以啊 台北也不可以 可是那並不是 只是落後而已 而是說 呃 只是看出自己的 那個落後 或者是去看出我們 彼此台灣本來 有一些那個 特性 然後會使得就是說 我們再次看東京的時候 可以 就是帶著一種 對面的 或者說比較的 那種方式這樣子 好 那怎麼大家 想到這邊 好 謝謝張文軒老師 為我們 你的分享 那我其實可以為他證明 千草包 真的是一個相當微妙的地方 因為 因為你坐 女校飛車 你會不小心 就是快要 插到在旁邊 陽台曬衣服的祝福 那感覺 我想在全世界 遊樂園都不會有 那我想剛剛其實 呃 大家應該是 呃 就是聽了這個張老師 談到了 在 呃 早期這個留學生的 東京愛情故事 那我想 呃 當代也有屬於當代的 東京愛情故事 或者是 在東京所發生的 各式各樣的 日常的 非日常的故事 那我想 我們就歡迎 孫子田老師 來為我們分享 他要談的東京 大家好 我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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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因為剛剛 楊維老師的 時間脈絡 就是我來到的 比較近代的部分 漫代的部分 那 嗯 我可能就是用文本的方式 分享一下 我自己這幾年來 大概二十年來 讀到 什麼 中藝的 就是跟東京的環境 那我自己大概也是 在二十年前 第一次去到東京 第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 關於旺团 室的 到了東京 然後在東京住的很小 我記得我是住在 東京鐵塔旁邊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對一整個晚上 有沒有睡覺 就趴在那個窗後 看那個東京鐵塔 就要冒犯了 因為二十年前 我們對東京的提起 都是從東京愛情故事來 所以就想像的窗外 其實就有一個 震災上的東京愛情故事 九十年 隔了兩年之後 我又到了東京 那一時候去 因為當時那個 兵役的法律規定的關係 我就要去參加 就是這個 招換 就是像招換學生這樣的行程 所以我就參加了一個 類似這樣的行程 然後在東京的 技術家裡面 就住了一陣子 那那個機會 就比較長的 可以去理解 當地人的收入 還有一些收入的行程 可是 94年到96年 這間行程 就跳過很久了 那中年其實是 很關鍵的領域 好 待會提供給他知道 那 就覺得還蠻好玩的 好 那 接下來 我這次看到江河東京 之前看到的 很幸運看到的註息 實際上覺得很不容易 好 好 那 對今天開始介紹的 就是純上純素 很多人都喜歡 純上純素 那我也有意外 那純上純素 其實是一個出陣在 關西的作家 那 他在出版的 EQBus 這本小說之後 他就接受了 一個西草社 所邀請的 一個長的訪問 叫 Long Interview 然後在那個訪問裡面 談了非常多 包括也是跟EQBus 有關 霍昌基的協作 還有他的 整個 對於他的文學工作人 一個全盤的 討論 還有他 就進行的一個 一個回應 那在那個Long Interview裡面 他講了一個 化為的有趣 然後他就說 最後會開始的小說 我想也是因為 來到東京的關係 那他就有提到 就是說其實他剛 開展露燈的時候 是1960年代末期 那時候他從 高鐵馬場 走到高鐵 他是從早安靜大學 他就覺得非常傷心 然後就看到有點 長很亂 想想自己的故鄉 就像烏烏是一個多麼美麗 優雅的小鎮 然後就覺得 一切的落差怎麼這麼大 那當然也是因為 這樣即刻的落差 所以其實 我想對於一個敏感 然後過去他二十年 十八年的人生當中 我可能覺得 沒有什麼大的擺盪 他突然被放棄 一個城市裡面 他看到這個城市裡面 各種樣貌 還包括後來他自己 開始開咖啡館 等等這些生命經驗 去搖晃了他 那我覺得那個搖晃 其實就很像是 就是說 東京他作為一個培養品 或者什麼 其實他會吸收 來自各個地方的人 就城市的分類型 就有這樣子的特質 那像東京這樣大的城市 當然就擴大了這個特質 所以他對於 很多寫作者來說 會有一個紅吸的效力 那雙方出也被吸到這個城市裡面去 並且在跟這個城市進行 的保險就不好 所以他 開始請教說 也是因為他的導動性的關係 對 好 那剛剛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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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在十歲的時候 因為握了彼此的時候 而哀傷彼此 不能忘記的這樣子的感情 他自己認為其實就是從這個百分百來離開 擴大來協的 所以那種百分百的感覺 還有兩個人的相遇 在城市裡面 讓我們夠進行一種百分之百的 高濃度的相遇的事情 我覺得也是只有在城市是特別容易發生的 因為 城市太大了 而太多陌生的人會從你面前經過 但是你要跟一個 以前你而來的陌生人發生關係 並且是 對你來說是一個純粹的關係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還特別想提的就是 剛剛有提到 就是我這四年次有主要進去 但其實1995年 對於日本 戰後日本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關鍵的秘密 主要就是年初的時候發生的百分大疫症 那3月20號的時候 然後有東西就發生的地下鐵事件 那真實上它有非常多的從此 我大家也都很熟悉 但是就是 經濟上特別提 地下鐵事件這個東西 它是在那個1995年的時候 就是有 日本的一個信心宗教 叫做奧米真理教 讓他就是指使他的教徒 去地下鐵 四條性的地下鐵 然後裝有殺人毒氣的這個塑膠袋 然後 放到電車上去的時候 就用那個魔戒的散的那個散尖 去把那個刺破 把那個帶子刺破 然後毒氣就散出來 那最終造成了 就是13個人死亡 跟幾千個人情供的差 那在當時是一個很大的事件 那村上他在1995年1995年的時候 回到了東京 他剛好 他沒有遇到這個事件 但是他那時候人在東京 那他就 特別感覺到這個 這個事件本身好像有一點什麼 他想去了解那一點什麼 那於是他就請出岸神的 幫忙他們派來的研究員 就是找出願意受訪的人 幾十個願意受訪的人 他把這些訪問的紀錄 就寫成了 地下體的事件 那我覺得 他自己說 他說 他寫地下體的事件 大概原因是因為 他對於地下的東西 特別感到造成 那所謂地下其實 運作是只有 就是在東京表面的地下 那地下體是傳輸在東京的地下 那還包括 就是精神地下 最近有一個書 我覺得很好玩 就是那一個 和和俊雄的兒子 和俊雄 他寫就是 村上村座 那他是用很多 融合的 就是一些林頓 去套在村座村座的小桌上 那有很多 沒有趣的發想 推薦各位看這個書 那他其實也提到就是說 村上其實有很多 小桌的場景 都是在一個所謂的地下 不管是井裡面 或是大電梯到那個 空間的巷鏈去 或者是像地下體這個東西 那 那 所以我覺得 村上對於地下這件事情 的造物其實 可能也包含了 對於人類的某一種精神 或是狀況的 或者可以稱之為 那樣面的某一種造物 那所以在他寫地下體事件 這個東西上面 他就提出了 他就提出了一些 我覺得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村上其實一直 很在乎故事這件事情 他曾經說 當他提出故事這件事情的時候 文藝能夠明顯 他講故事的意義的人 就是只有福福準熟 這一位 心理學的大師 那他自己在地下體事件的 後繼裡面 他有特別提到就是說 很多人 很輕易的在地下體事件 發生之後 就去做了散惡的判斷 好像 加害者就是惡的一端 那受害者就是散惡的一端 所以其實 好像 對於加害者進行懲罰 是現金第一的事情 但他會覺得 就是說在媒體的報導 還有人的 人們社會委員會上面 表現出來的東西 其實也沒有真正對於 為什麼 會有教徒 願意相信奧爾真一教徒 教徒 對他們所下載的原因 他覺得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部分 可能是 就是這列出來 像他說的話 他說 如果你喪失自我 你將喪失自己 這個一貫的故事 那這個 他真是想要做 故事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看故事的 之間上 可以去理解 故事是已經發生的事情 每一個人的故事是 你自己 從出生到現在 所發生的所有的事情 那其實活著本身是 你要去保衛 或是你要對他人訴說 或這個從你出生 一直到現在 所發生的所有事情 你不能輕易把它 抹滅掉 或轉盪掉 可是 這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 人們多半已經提於 在接受 這樣複雜的 即是那樣 同學 這樣的複合性 多合性 而且包含 因為要保衛這些故事 因為要保衛這些故事 是開心的 所以我們寧可 把自己的複雜 去接受一個 其實看起來很通常 一般人會覺得 那是怎麼可能 你會相信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 我個人最喜歡 你到東京去玩了以後 其實你可以延伸 從東京 對很多的文學作家 他們的整個 不管是在東京大學國書也好 或者是出生在東京的 或者不是出生在東京的 他們在小說的延伸 都會從東京 然後發展到 報告到 我剛剛講的 熱 冷靜 就是離東京其實非常近 還有 最重要的就是 建議的另外 真正的私房決定 就是到延長去 就是從東京到延長去 非常非常地近 那 東京也不玩的 我剛剛建議的那一條路 以外 其他地方其實可以玩得 還非常多 那 可是那些地方 其實對我個人來講 就是我沒有那麼喜歡到那些 很反華的 或者是很現代化的地方去 那目前保留的 我覺得對我個人來講 最完整的 就是剛剛包括張老師講的 那一條路線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常走的 那一條路線 那 尤其你看不懂日文 我也喜歡到神茂町去買很多的書 那像我現在有 我家裡有一大堆的那個 我真的是看不懂 可是 真是喜歡 他們的那個書的那個 那個裝針其實也是非常 一個創意 就是那些 那些 復刻版的那些書 就是這些大作家的 大武好的這些作品 就是 都是在那個神茂町那邊 去 驚討細節 那 我知道 台灣很多的 這個年輕朋友 也很喜歡到神茂町去 那 都是在那一條路上面的兩旁 那 我是建議說 如果到東京去玩 除了 去迪士尼也好 或者是去群空塔也好 走一走 走一歪一歪 但是如果能夠去走一趟 從東京大學為起點 慢慢走慢慢走 當然裡面有很多的 旁邊也有很多的 比如他們那個 有一個 有名的那個教堂 那也是 都非常漂亮 會在那旁邊 還有孔子廟裡在那附近 就是從東京大學 一直到那個 那個 一茶水的這一條路 其實都是非常吸引人的 那 我後代建議的就是 除了這些景點以外 你可以再搭個車到熱海去也好 因為熱海去也是有很多作家 列為這個寫作文學創作的舞台 那最後如果能夠到黏昌去 那就更不容易 因為黏昌是日本的第三古都 雖然不被列為第三 他們在鄭史丁城上 沒有列為是古都 但是在我看來是第三古都 那裡有非常多的文學經驗 所以項目術是要 要影響的時候 要忏悔的時候 就是到那個 那個連昌去 那 川倫康正最後 他住的地方 也是在連昌 他沒去玩自殺 也是在連昌 那我想在這個文學旅行的 這個旅行的過程裡面 我喜歡學的景點 都跟別人不太一樣 我真的很喜歡到 去找那個文學家的故居 那我 我在這裡簡單的幾個例子 就是我 就是去到那個川康正 還沒去玩自殺的那個長谷 他的故居 長谷是在那個列昌 那 冒冒失失的跟那個 他的那個管家 他的那個魚管家 那我已經快黃昏了 那個去敲牧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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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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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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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看到我們去陌生人 那我帶來的 帶來就去學生去的那一次喔 那 那個管家 供應員其實是一個痛苦 我跟他講的 那個太冷了 那日文我們也不是那麼會講 那這樣的旅行其實 有時候很痛苦啊 你不會講日文怎麼去 怎麼去日本旅行 其实怎么会没有办法长情无故组呢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说 日本的汉字很好解读嘛 你就用无音用武器解读他们的汉字 你就可以大概可以猜得出来意思了 但是碰到语语的时候就糟糕了 女话也讲不出来 我话来话去我突然间怎么冒出国语 冒出台语 日本话 因为譬如说他们的散步不是散步吗 很像嘛 那我就觉得我也许讲国语 他们听得懂 那跟那个女官家在那里 这支屋后来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因为她一直看着头 门里面打开来 完全打开来半针半音的 把头伸出来 然后最后我们就讲说我们是从台湾来 她已经到台湾了 好像有点放心了 她就把门打开来 最开始就讲了一个 我真的是听不懂 就是那个 我带去的人去上面有几个人的工夫 就让我们进去了那个川南康城的工具 还带我们去川南康城 这个华文的时候做的那个看晚家也好 她有个庭院嘛 就是她那个日式房子下来的那个石阶 那么我们就坐在那边拍照也好 就模仿说我不是川南康城做的那边 川南康城是很大的作品 是我最喜欢的作家的第一名 我说是《东央舞曲》 那我觉得她的作品跟《建杉龙之介》一样 都是充满的非常暧昧 那像《一栋梦》也是一样 是一个非常暧昧的小说 短片小说 你到底爱不爱你怎么不爱 你是爱还是不爱 你都没有表现出来 那最后那个人就叫走了 那么爱情也好奇怪 反正就是暧昧 那我觉得因为喜欢 所以我跑到她的那个图里去 然后那个女管家非常的可爱 她叫我走过来一点 走过来一点 她的意思就是说 川南康城不是做这个事情 她说还有这个也那么计较吗 可是她发现我们是非常喜欢川南康城的人 我们跟她发现了 跟她发现我们是很真诚的 我们的确是川南康城 但是我们也表现了很多大方 我们不会说像有些苏蜜 就表现了 我爱你 我好喜欢你的东西 没有 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矜持 毕竟我们还是个文人 你不能把你 这样我们知道好疯狂 就是 哇你就来到了川南康城的故居 照理想 我们应该当场疯狂 或者是发边 这是我们在街友 不是要保持我们 一方面是文人的矜持 二方面是台湾人的起伏 你知道吗 那个 那个 看到偶像就抓着 摸到她 然后就好开心那样 山文明 我们的信念 其实非常的 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 热烈 或者热络也好 真是团火在烧一样 当她把那个门打开来 让我们从她有一扇小竹飞 那我们就进去 然后我真的是快昏倒 那时候快昏倒 这个时候死掉也很高兴 但是会这样的心理 那我也觉得说 我的文学旅行 跟我的旅行的方式 其实通通都是用中国博士的 我不是特别去学所谓的民生古迹 但是事实上 日本很多民生估计 其实都是文学经典 你说 譬如说那个京都的哪一座 那个寺院 没有在小时候里面出现过 有啊 每一座都有啊 小的寺院影视 像那个延山的那个常乐寺 常乐寺 不是很多 很多文学座 很多都有 都出现过 所以我的旅行方式 是我喜欢找那种 比较 尤其在东京 我会刻意地要去到那里 因为那种有名 非常有名的 不要银座 我会常去 因为银座也是很多 当年的电影都会描写的 在那里喝咖啡 就很优雅 那 当然我到东京去 事实上就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川阳康晨 为了要等候 看能不能遇见 国情利益啊 这位大人好 出现在那家咖啡馆的 那一家咖啡馆 我直到来就没有找到 我想我还会继续追寻 我想他应该还是有名字 只是 想说没有特别神经 没有告诉我们说 是哪一家咖啡馆 就是在川阳的 他的传记里面 他自己写的 传记里面 他没有寻出是哪一家咖啡馆 我想 有甚至你 只要我下一次带到东京去 其实我已经找过好几次了 就好像我找我 父亲以前读书的学校 都找不到 那 下一次我到东京去的时候 我还是一样 会从东大年开始找 因为东大固境其实 非常优雅 然后圆满多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文创 他人就是文创 可是自暴留下来的文创 很多的那个古老的房移 古老的商店 那些都是非常不利的 下一次去还是会从东京大学 一路走 然后终于 最后走到连藏区 这是我对东京的文学地理的旅行 我建议给大家 我个人的思考经历 谢谢陈老师的建议 我想其实大家也可以 在从陈老师的书里面 其实去跟着他的这个 足迹呢 一一的去验证 那我想接下来就请陈老师 各位好 那其实我就简单讲一下就是 其实这也不是就是说 私房经典嘛 就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东京去的时候 人家就是我刚到东京去的时候 就像跳去游玩的一个那个 那个特度前 那我后来也觉得说 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开始 就是你到了浅草 就像刚刚说的 你去去看到那种浅草 可以把生跟死 然后把它混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 其实可能是一个荒诞的一个 某感觉之后 然后你就可以转换心情 然后走到 就刚刚那个建筑屋 那个就是 那个建筑屋 其实是一杯啤酒 大家知道吗 就是 它其实是那个朝日啤酒的那个 那个大楼 就在旁边它就有个马头 然后就可以从那边去坐船 然后有好多大路线 你可以沿着河 然后一路坐到 比如坐到台场 去看那个就是 不是电视台 即彩虹桥 或者说你也可以坐到 就是边理工 它比较紧 然后坐个三十分钟就到了 然后那个 一路你会经过雨天串 七八座大桥 就是 然后可以 那其实我们 像比如说我们去 如果你去巴黎游玩 或去任何人游玩 应该会有那种就是 游河的一个那个行程 那其实 几乎所有的大都市 伟大的都市 它都是跟河没有关系的 但其实 你沿着那个雨天串 就做六十两八十 然后沿着雨天串 一路到那个濒临公 其实就可以看到 就两岸的其实是 你会经过 比如说它会经过主地 经过以前的渔市场 然后会经过 跟更多的是 非常非常高的 那里面大楼 但它们都是住宅 那不一定是那个 不是 是高级的 就是河岸第一排 的这样子一个 那个住宅 我们常常会说 其实如果 可以并存在一起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看到 那些文化都可以 变成了非常多精致 让你按尸首 这样子的那种小物 它其实里面 有大量自由主义的 逻辑在里面 那个作用者 那所以当 一路坐着那个船 然后去开局 就会想说 那为什么淡水河 没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没有办法 有一个淡水河的 一个那个 那个水上巴士 然后你多 前几年可能 有过这样子一个 路线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 常常做吧 因为就会觉得说 两岸的那个风景 也没有经过规划 而且更重要的是 可能淡水河 或者是说 基隆河啊等等 它不是没有规划 而是 台湾现在上 以前的风阻上的限制 使得就是那个河 它没有办法 可能像是赛纳河 或是银河这样子 它提供某种 跟人 跟那个河 共生的这样子 一些那个自然条件 但是 还是有它的 也许还是有它 另外可以 去提供出来 呃就是 让我们 生活在自己的 城市的人 可以去参考 一些那个地方 那 沿着那个 就是刚刚讲的 水上巴士 它的重点会到 冰里公 它叫理公嘛 所以它一定是那个 就是以前的 他是以前的川普 将军的 那个花园之一 呃在今年的二月 那个威廉王子去了日本 他 他旁边就是招待他到这里 然后到 他是在东京的几个 那个 本来的那个将军 那个庭院之一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 美丽的石子 樱花 然后会有五星亭 然后去体验一下 那个就是说 也是从江户到 呃 东京的这样子的 一个那个 交换的时期 然后去看到那个 就是还留有那种 有点像是 贵族文化般的 这样子 一个 的这样子 一个那个 非常现代的这样子 一个那个风景 所以这算是 有一个 好像是很多官客 会去的人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们会再 可以在里面去加入一点 去定位出我们自己 位置的一种 文化互相参照的 一种思考 如果可以把你的东京 就是玩得很 很开心 那当然就是 其他段时间 很多都是购物啦 就是 就是 我觉得实在我 只去台湾公司 我不会去那个 就是刚刚 李博伟老师 介绍的那个 那个 那些 就是推演 那种博物版 就是沟也可以让你开心 吃东西也可以让你不开心 七百块的牛洞 跟吃一万块的 人物牛排 一样都可以让你得到 就是 你可以让你走进 这个东京 这个城市的机会 不过就是说在 在小 它是它上场的 这个世界 有名的一个 那个消费制度 但是藉由知道了 我们的 我们的自己的文化 跟他们的 就跟这种东西的文化 有什么可以连结的 或是对立的 一个那些部分 相信可以让我们 再一次又一次的去 去到 不同的城市 都会有不同的一些 对自己的 一些违背的这个 反向 那我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的 其实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谈那个 从台北看东京 然后 当然就是 我们住在台北 那种看东京 看东京的文学作品 那也是 就是想谈来 就是说 除了从台北看东京之外 但就在东京的 做到什么 看台湾 那今天休息可能 就是一个很 有趣的代表 那先请来介绍一下 别人之后 因为它是一个 出生在日本长期 就九州长期的 一个 一个协作者 可是它 这内心都也跟村上一样 它是到了 中心之后 才开始协作的 那可是它跟村上 很不一样的是 如果 你村上的作品 其实你不太会读到故乡 但是你如果读 今天休业的作品 你很想要 会读到故乡 所以像 稍早我们提到 那个合合剧的时候 他去看村上的时候 他有提出 他两个有趣的点 一个点就是说 如果你读到村上的小说 里面常常有一些 你觉得很废解的东西 比方说 为什么会有 little people 或者是 为什么会有 黑鬼 会有绿色的秀 那他觉得 其实村上 他是在某一个程度上面 在他的场景里面 现代跟前现代的东西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前现代的东西里面 有一些原始的部分 有宗教的部分 然后还有一些 不可经的神物的部分 那一些 部分 很自然的放进了现代的场面 可是在 就是刚刚我提到说 不会提到故乡 但是 比如说村上的人物 其实是去故乡的话 他是后现代的人物 所以也可能就是说 虽然他的场景都在东西 可是他的情感 其实并不是 只属于东西的情感 他可能是某一种 现代人共同生活 在诗诗里面上 你都会感受到某一种 不管是 泄露时候的变望时候 或者是 人 作为一个人生存时候 感受到的故义感觉 那我觉得在 今天就是说 作品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成分 就是 互相的移动 这个部分 就是在身上的 作品不会看得到的 那 不好意思 那 比方说 如果你看到 今天他很多的小说 其实都是以东京 作为主题来写 比方说 他出道作品 最后的人子 其实就是 他是以 东京新术 的一个 童青年中华的 大马赛作为 那个小说任务的 那后来他得到 那个 大奖的这个 童青生活 还有 他另外的 这些开赏的这一个 风险的生活 其实也都是 以东京作为主题来写的 他陆续续 有好多小说 都是 那 《东京万节》也是 《横道士之介》也是 那《横道士之介》也是 那《横道士之介》也是 玩了 那《横道士之介》的一个作品 他是写 有四条线 一条线就是说 曾经有一个女孩子 她在多年前 来到台湾 卸购了一个 台湾 念建筑系的男孩子 然后这个 他们因为巧遇的关系 所以男孩子就带着她 在看水 做完了一个下午 然后两个人彼此 有点好感 可是后来 因为不小心把她的 都放弃 所以就居然 没有 没有在意过彼此 那第二条线呢 是一样是从 就是 因为要建台湾高级的关系 所以有个团队 从日本到台湾来 工作 就是新开心的那个单位 然后其中的一个 职员 或者是一个 他在台湾 他在台北的 那个七两半 也认识 就有电小姐 最后一起同居 这样子写 那还有一个线索是 60年前 曾经在台湾出生 如果说 日本人称之为 完生 完生的日盟 后来 在战风回到日盟 而在台湾台里 有她的 就是青春期的同学 最近是长大的同学 60年没有见面 因为台湾高级的关系 他们在世界上都有 那最后一条线是 在台湾高级的机场市 在 南部的艳巢 他写 对 就是住在艳巢 在艳巢 认识了 台湾青年 跟台湾女孩子的故事 然后这台湾女孩子呢 曾经 就是到加拿大区留学 到加拿大区留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人的男生 然后怀了这个 日本男生的孩子 日本男生的孩子 希望这个女生 就是她 希望她过台 那五年女后 还算过到台湾 最后遇到她的 欣赖图芒 然后我们说 就是这个 高纯长大 这两个人 那两个人 就四条线 一起揣写 那 如果你们 有些人也不过 入这个小说 就是 其实 大概进行 也其实应该是 不可能看到 这个 完整的 就是有一个 日本的作家 来写台湾 或者是台北 或者是台湾 然后 并且对于她 有很多细部的素描 比方说 比方说 这里面 列出来的一些 你会感受到 迪欣修一这个作者 他非常强烈的 拍照的功力 他会说 东京和台湾 也许不同的 不仅是空气 也有两地 流动的时间也不同 一天的时间 在东京感觉 起来还比台湾弱 或者是 他会说 他看到台湾南部 一辆三天的摩托车 后面站的夕子 还站在复兴的双腿之间 面对那景象 究竟该感到危险 还是感到温馨 那我觉得 这个景象 应该是各位 陌生的 可我很想在台湾的 前作者的作品里面 特别的 也许因为在我们的生活 里面 太寻常 但透过一个 密地的眼光 突然来注视她的时候 她变得很 很 很亲切 很立体 那当然还有一些 就是 好 然后我还想提一下 就是说 从台北看东京 那其实当然也有 很多是台湾的 一些作者去看待 东京这个城市 那 早些年的时候 有个叫曾志强的作者 他写过 四人的东京 跟广书 那这几年呢 比较具体的 东京这个城市 作为书械主题 我们就去教会中 那他有 三本散文 即 东士跟东京狗怪 也就是第三本 文物中间 是从那个 日本三一正在 三一年之后 开始写 那把这个 东京这个城市 生活里面 所能遭遇到的 一些细节 是在散文里面 那我觉得这样有趣的事情 是 比方说 阿特上一个 东京掌手词编 他是用这个 五十一 作为一个词条 然后从这个词条 去写一些 生活上面的事情 那比如说 他写新注册 和第一次驱车 jealous 这次驱车的时候 他西琴车恨是 几乎是最大的 它的每天吞堵的 有三百多万的人 可是西琴车恨的同时 也是他在那边 接到一公寓 来自台北的电话 做事情要过失文 这样的一个 私人的场景 那銜接的那一個到戶中間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保然就是說 當我們看待異國這件事情 其實它也有可能 它的這個異 其實也有可能跟死亡的關係 比方說三一大地生之後 所產生的死亡 那或者是死亡其實是一個 如果死亡其實是 亡者去到原異國 去到原異國的人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 人跟死者是一樣的 關於這些我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它還有 很多小說都是跟 都是跟東京有關的 那有一宗很像小說故事 所以它的小說其實是一個 類型小說越來越多樂趣的作品 那比方說無影者這個小說 它是你東京的一個同志酒吧 叫卡卡 這個酒吧呢 它是一個台灣的 台灣的女人所開的一個酒吧 然後裡面就是有一個 台灣人他是攝影師要這樣迎接 那還有一個少女系的男孩 還有一個很奇特的高中女孩 它具有特殊的能力 那所以這本小說是 以日本社會上面常會看到的事件 作為推展 但是藉由這一組人去參與 那一些推進事件 去看待 其實東京不是只有 那個光線那邊的裡面 它可能有某一些暗面 跟心靈的城市是經濟的 那另外一個一樣也是跟 在東京和台灣有關的 愛情小說叫戀愛什麼 就是具體出的小說 那也寫了一群 住在東京的他們的 相遇啊 離別啊等等 除此之外呢 就是剛剛老師有提到 就是確實是會 不可能錯過愛情小說 那相遇他前兩年初的 齊後的這個小說 其實 是很 很辛苦的面對 一段就是求人的蓋世經 作為一個寫作者 他到東京去解決 然後便離到好朋友死去 然後最後自己變成崩壞 但是又重建了很多個過程 那在這個齊後裡面 他其實有很 相對於他的英文 小說三附到塔方 裡面淡淡的提到東京 但是把東京給帶畫畫的這個過程 其實在齊後 就是非常清楚的 去把他在東京生活的一些細節寫出來 比方說 他是在小金池的地方 通話後來搬到城城去 那還有剛到 是提到的一些東達校園的風景 那我很喜歡 就是戀相遇在齊後 裡面 面對過去自己的 就是他其實是在台北看東京 那他提到的 當然也是很關鍵的 就是有霧面 這一點發生很多事情 稍稍提到 像百姓大陸 叫做東京那樣的事件 那他自己在合想當中 他有兩段話 就一直都挽回 他說 第一段他說 在他自己當初 那一個 不管是面對 求求的混亂 還有情感的爆亂 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東京的 這樣子一個城市的災地 對我來說 他曾經是一個 充滿國歌的城市 但現在想起來 我卻再也喜歡 那些很多歌 說來我或許曾經 有過小小的信心 自己會在那個文化中 得到一些療癒 那種文化 整個設在我當時的心中 有一種類似 療養院的特質 安全 就是進來 孤獨而影響 那這樣的一個療療院 其實在經歷了 九年的 日本戰後 兩個大事件之後 他覺得 那是日本戰後的 一個斷裂點 一個長期維持的 心理安全 其實瞬間燒掉 所以那個療療 爆炸了 心理疾病的跑車 來做了 傷害人的事 那 在小蘇 可以作為的 對照位獨大 就是《全秒經》的 和文書 在裡面 也有淡淡的提到 就是他到東京去 遇到的好朋友的一些過程 所以他是一個 留居的 文學閱讀的內容 那 除了 像《全秒經》 女同志 作為書寫主題之外 很有意思 就是在 九五、九六年出版了 很多 男同志的小博士 能夠遞到的東京 比方各位看到 《龍光文雄記》 《紅葉彈符》 還有《偏桑》 很奇妙的事情是 這張小博士 也都 騙男或是 餘霧的東京 作為背景 呃 好 欸 我的背景的地方是 神樂版 包括在念神樂版 還是神樂版 就是那個 神樂這兩個字 其實是從 就是以前 獻給神樂的歌舞的 這個音樂大學 那他是在 呃 林行 他是在新宿區 然後 最常的出道 他是因為 嗯 比較很好 是不是這個音樂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他就是 這個畫面上 這個 這個 這個故事的場景 然後去看 就是 神樂版 作為那個 花街 他特有的歷史背景 還有他現在念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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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是一個很 很 很 奇特的 這個街道區 就是 呃 如果你看到 他 你真的去這個 那邊 你發現他其實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其實 就是一個小小的街道 然後街道裡面 藏了很多 和室的菜館 那同時 神樂版他也是就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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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見的就是 該一起到 居然會改變方向 就是 他早上是 一個方向 然後後來 過了周來 最後是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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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他叫拿嘎吳 他其實是從神惡板 就是有些法國人就把南殿 聖嘎吳啊 就很南殿 所以他們就逆成那邊叫拿嘎吳 那他就用這個 這個製作的那個題目 那這也是在神惡板那邊 就是威延武蓋的另外一個就是 齒層神社 他是拜天使武教的長帝 就是用神明的 那就是 他把它蓋得很美 然後變成一個透明的神社 也是在神惡板這個地方 那我要介紹廣話推薦的那個師傍接近是 跟剛剛雅白老師提到的 像有點接近的 就是這個塞塞塞 它是一個就是 小學校所改建的一個義賴 有點像我們的那個 台北當代藝術館這樣 然後我去的時候呢 剛好看到了一個 就是年輕的 藝術家的詹籃 然後其中有這個 我叫冠軍的工作室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女生 然後 然後他就 然後訓練了一次大學 後來我們也就跑去那個 A片公司工作 然後去A片公司工作完之後 現在又回去念 他的異性大學 那所以他的作品裡面 其實有很多色情的 成分在裡面 但是他那個色情很有趣 他是把很神聖的東西 就很低俗的東西 進入在一起 那其實你只要搜尋那個 官戶組 就會看到 他的一些動畫很有趣 那另外這個 也是在剛剛那個 三分三一這裡啦 你們看到這個 木村碑 然後 我很小人 他那顆聖誕樹 就是他到日本 很多地方都擺一顆聖誕樹 那我常常覺得 聖誕樹是一個很可憐的東西 因為只要聖誕節 過一個流浪 就是他被 他就過期了 不是那流浪就過期了 所以呢 他這個聖誕樹 他會用圖示 把你不要的東西 放在聖誕樹上 然後他會為你收藏這些東西 然後他就把那些拿到的東西 都鋪置在牆上面 變成收藏裡面 我就覺得很棒 他扭轉了 就是廢棄這件事 那你分三三一滿近的 還有一個地方叫做2K如此 他也是離上禮可展滿近 叫做玉如丁的地方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種隧道的地方 他本來是鋰鐵道 叫做房屋改建的 那在那邊有很多 就是當代藝術的裝置之外 他還有很多小店 可以滿足各位公主 那就是往前走的話 又會經過到 很熟悉的秋葉原 秋葉原早下走 就來到這個 叫萬事橋的地方 萬事橋 是一個車站 是60塊錢 他被荒廢掉了 那他就變成不是那個 主要車站 還是有練車經過 他就變成不是主要車站 但他們就把那個 有西洋 像剛剛那樣子 可以到那個地方 改變成一個商場 那其實滿有趣的 一樓是商場 二樓可以走過 就是幾十年的那個 舊的街廳 去到以前 曾經是樂台的地方 可以做一個 歷史的地方 好大概是 我的私房推薦是這樣子 那我之前在查資料的時候 看到一個具體 我覺得很好玩 分享給各位 他其實是要介紹 跟東京的電影有關的 一個開頭 然後他就說 東京是一座電影 影院什麼類型片都有 然後想跟開頭 就是 就是從剛剛讀到 其實就會知道 其實作為一個 世界上的重要大城市 他其實真的是 包括外向 然後結合很多 各種可能性在裡面 也收留很多 藝有 所以其實每個人 都可以從中 抽取一個 自己主要的鞋片 所以我覺得 東京是很開頭 意思 其實剛剛講 剛剛這個 孫老師講的這個 話其實 聽起來應該 就是要到今天結束了 才發 他們有非常的適合 當結尾 我因為我有稍微 準備一下我的推介 所以我很快速快的 把它帶過去 就是 如果各位對推理 或者是對於日本的劇場生活 我帶來的戲劇 尤其像剛剛 張文綺老師提到這個 所謂的聖語俗 那其實 這個 宗教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對日本來講 其實對很多日人來講 其實是跟日常 結合得非常的深入的 那雖然我們剛剛講說 實在是一個 所謂的黑市的遺跡 可是 其實他有非常濃厚的生活感 那我當初會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很幸運的就是 第一次去東京其實就是 自己去 然後 當時是 為了要尋找 推理小說裡的 一個 軌跡 所以我就 特別的走了這一趟 一路往 其實就是從時代 然後呢 一路的往這個 鬼子霧神 往這個 達斯福這個 方向走 那 因為在 近期夏宴 日本這個 很有名的妖怪 推理小說家裡面 寫到了這個 這個地方 那 那 曾孤兒老師家裡面寫到 所以我就去找 這個 我就師父要去找 他怎麼樣的 從 現代的日本 然後去 重塑 那一個 他想像中的 戰後初期 急需 建立這個 秩序的日本 這樣的一個 文學世界 那這條通路呢 其實是要去 訪寧寺的 旁邊其實都是 墳墓 我們要給大家看到 但是顯然 這是大家 從這個 電車站要回去的 重要的 通路 那 然後這邊就是 訪寺 那如果各位 在看那個 孤狗娘之笑的電影 的時候其實也會看到 這個場景 那個電影裡面其實 大量的 用了這一個 這附近的這個 空間來拍攝 可是其實 他的附近就是 非常 非常 悠閒的 民居 那另外這個是 鬼子木神 鬼子木神 其實在 公路娘之下 這個小說裡 也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 部位 地位 那 這個廟呢 其實也 也進入了一個 電影裡面 那 而且他有去 他 大家都知道在日本的神社 最後廟其實有很多的紀念品都是 預售 可是他這邊賣的是 祖名 是要那個祖去做的 領當 不過這也是一個 不是很好 攜帶的紀念品 因為很破掉這樣 可是其實他非常的有 去 那大家因為現在沒有時間 所以就 按照講 這個後面的這個 這個 這個 鬼子木神道 跟什麼樣的一個 性感有關 然後這是一個我相信 大家不太會去的經典 可是 我當時就 慕明了 去 是簡單一點就是 墓園 那我為什麼會去呢 因為 達斯谷陵遠跡 是藏了日本 非常非常多的大文號 而且呢 因應於 留客落意不絕 所以他的管理處 還專門印了一種地圖 是 告訴你哪一個 文號 哪一個重要人物的 募集在 哪一條通道的 哪一個位置 所以你就可以跟著那個地圖去 然後 如果你喜歡貓咪的話 那個地方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貓咪 你跟 計程車司機在那邊打互 睡午覺這樣子 所以 就是你一開始 我去的時候 我會以為 這是一個看起來很可怕的地方 但是因為小群看一下文毛的墓 所以就去了 但去了之後 就發現 那邊幾度深入感 因為 那個建設司機在那邊聊天 對睡午覺 那 像這個小群巴魚的墓 右邊這個是全鏡花的木 然後還有就是像樹石的木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開玩笑說 從那個木可以看得出來後代的這個經濟狀況 就是有些木是真的很小這樣子 然後就一小塊 像那個東條銀姬那個惡戰的這個 後來可以當作戰犯的這個東條銀姬的木也在那裡 他的木就小小的這樣 可能這個後代也覺得不太過長 然後這個誇張 那如果呢 你從GAS5 你就可以搭東京現在唯一一條景色的路面電車 也就是路電洪傳線 路電洪傳線曾經出現在咖啡時光裡面 就是一清咬這個一開始的時候搭乘的那一條電車線 那你可以享受那個電車跟計程車一景的風燈的樂趣 那它其實是沿著日本的這個北邊的這個區域 然後最終你可以一直到上野前堂那邊去 那它其實沿線有非常非常多 日本的這種非常日常生活的這樣的一個軌跡 那你如果到了這個挺武站前呢 其實你下車在稍後換一下線 就可以到一個地方叫千波木 那千波木這個地方呢 它我之所以會去是因為呢 它是江洛傳線寫出它的第一篇非常重要的神明小說 就是低波災難事件的地方 那它也創造出了日本第一個武偵探 是小武藍 那在這個低波…不是在低波 在千波木的這個地方原來叫環子坡 環子坡這邊呢 其實這邊是一個非常非常遠遠的散步的街坡 的百合 然後呢裡面有那種 就是其實已經上百年的那種鮮貝店 就是其實是非常的有趣 那這個這個點是一個咖啡店 一個咖啡店叫鑽木咖啡 其實它跟江洛傳路本沒有什麼關係 它是一個粉絲開的 那但是它開到現在已經是七分八歲了 那它當…然後它又是… 所以它剛好是另外一個 就是所謂的貓的咖啡店 就是它會有很多貓的展覽 然後很多亞洲的這個喜歡貓的人 其實會透過一些方法 認識到這個地方 然後就會來這裡跑 那它裡面其實是… 是這樣的凌亂 就是說喔 但它其實有一種很大陣雲間的那種氣氛 然後… 而且其實它的咖啡很好喝喔 聽說那個… 咖啡飯很好吃 但是我沒有吃的 那它裡面會有很多 江洛傳路的 因為江洛傳路 其實它有什麼藝色的風格 所以它其實裡面有很多 海報跟展覽 並且告訴你說 從這個地方 到那個地坡 那個地點 有多少屋 它本來外面有一個這個裝飾 那這個其實最後啊 大家看來就整個各式端子坡 某種程度上說 這是日本可以講說的奇墟的 那我覺得其實 就像剛剛其實齊貝老師都提到的 就是… 呃… 一個程式其實它可以孕育出 它自己一刻的主化 或者是 它為人稱道的景觀喔 絕對… 呃…不是… 一天一時 所能夠達成的喔 那… 呃… 以前那個盧蘭巴特 講過一句話喔 其實盧蘭巴特 盧蘭巴特說 東京是一個沒有中性的城市喔 就是它說 它覺得相較於文革 相較於巴黎喔 那其實你可能會因為 比如說巴黎可能是 凱旋門做為它的核心 那這個英國基也有文革的答案核心 可是它認為東京是一個沒有核心的城市 因為東京最初的核心 呃… 這個皇室的這個皇居呢 它是一個完全不能開發的地方 所有的片特地要繞…繞過它喔 連下面不能傳… 不能傳約喔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中控的城市 可是呃… 我覺得也許就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造就出它非常非常的豐富多樣 然後其實可以 像今天呃…在場幾位老師說 展現出來的呃… 就在庫的影響 剛剛說的老師 結果講的那句話喔 它是一個有各種類型電影的一個成績喔 那我想呃… 今天這個關於呃… 從臺北看中的這個論壇 呃…就到此告一段落 那…非常地謝謝幾位老師 最後是不是… 最後還可以稍微開放一點點 節目照大家有什麼地方 好的 呃…你好喔 那… 那… 今天的節目的這一題的別展 我們先看一下一請 這樣一寫問的就是說 看過這本… 綠色的不管是畫面或是作家的一些 其實他因為不是說作家 本身有那一種天氣 就已經有那種創作的 其實是他進入到東京的 那個故事的一個環境 而產生的一些創作的文化出來 那我很想知道就是說 台灣也是有特色的文化的素養 那其實是我們有看到 多澤六國軍其實是說是影響 就是說到底是我們的特色文化的素養 有沒有辦法跟日本一樣 他們為什麼日本的東京也不是說一天造成 那台灣的台北也不是一天造成 將來台北有沒有在 政治上那個時代的角度 變成非常有內航的地方 可以現代傳統 因為日本到現在還有在日本公司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紀錠的表演 所以那裁品 下面 那第二個問題 那先這個問題就先好了 謝謝 可是我們先收集幾個問題 然後待會再一起回答 然後再做的朋友還沒有 會要提問或甚至分享的 請問一下這個教育學老師 那你不是從不簡單的學回來的 那你的專業是在社會的學方面 還有就是近代的等等的那個 就是就是精神的節奏 就是精神的節奏 那我也想說 就是針對今天的 跟我們講這個那個 就是你們講的 可以讓我們做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 就是你講的 你今天節目是從台北 可以砍洞金 那為什麼我們要從台北 去砍洞金 所以我想 就是針對這部分 我想請問張老師 就是你你是怎麼去砍洞呢 就是說 台北跟 登洞金的 這個 就是台北跟登洞金之間的 記憶的 也其實是什麼 對我們現在來說 那我覺得好像 在這種時光廢道 那我覺得這時光廢道 是一個 非常優位的時光廢道 因為我覺得我們 有那麼時光錯關的感覺 對就是還是沒有去找 對就是我們 今天在講的東西是什麼 那他跟台北的關係 在什麼地方 去跟人家去找點嗎 對謝謝 好 那還有沒有另外一個問題 沒有嗎 好 那我想就有個問 文軒老師 後面老師 回答 我的專業不是社會學 我是文學的那個專業 那其實文學跟社會學都一樣 就之內 就各位朋友知道的問題 沒有什麼所謂的一定的答案 因為城市也是人所組成的 人有這麼多的性格 有這麼多的面向 就是我一個城市 有他的光 不只是光明跟灰暗的面 他可能還可以就像 比如說前草這樣子的地方一樣 他可以在廟旁邊有激凝庫 然後你可以消費完激凝庫 之後在旁邊去探訪的墓 就是以前的激人的那個 牛闊的旁邊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 我確實覺得在 如果就是從 也許從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過程 你只希望大家可以去 都去看看那個東京的 可能是一些比較黑暗的那個地方 或者說不要一味的去覺得說 這個就是我應該要追從最強 所以會讓你覺得 好像走在一個憂鬱的隧道 但是確實我覺得如果看台灣近代國族的那個發展的話 他確實是一個並不是那麼快的過程 那就是如果給我 如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的話 尤其我們可以去談說 今天日本文學或文化之所以有 就談日本現代文學好了 從三文化相互複習到現在的文像 你剛剛談過的像是像真說 或是那個吉田修音 你可以看到日本文學有這麼 這麼這麼豐富的一個發展 有這麼無論在藝術上面是誰 思想上都有很大筆的那個成就 那其實是付了非常多的代價換來 那日本文學在近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就是說 舍棄或者說先放下一半 他們對於就是就是作家 對於就是國族命運的這樣子一個那個責任 然後換取來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 那當然並不是說所有的藝術家都不關心 就是那個國家的大師 而且他們可能用另外一種的方式 跟就是現實的那個國家 跟現實的那個社會保持的距離 而且那這個跟他就非常不一樣 台灣一直到現在都還在 就去探索台灣人到底是什麼 台灣人是一個國家嗎 是一個地區嗎 或者這個這樣子也有問題 其實在日本的近代他們 至少他們也取到出負這樣子的那個責任 那但是捨下這部分 然後說換取了這個藝術上面的高度成就 你也許可以問問自己說 那這個代價是我們想要付的嗎 或者是說這樣子的一個 換取一個那個過程是我們希望的 那以此順便來回答剛才那位朋友的 另外一位朋友的一個問題 我不覺得台北也是一個沒有內涵 或是沒有文化的一個地方 如果就從那個紀典方面來講好了 其實為什麼我們在東京 我們還可以看到就是鮮草還有三射器啊 或是什麼樣的 那但是其實傳統的紀典 就跟台灣前陣子也是有福利工生啊 然後也有那個城隍 小海城隍廟也有在農藝五月十三號 他們就會有一個紀典 但是也許那不在我們 也許那不在 還是不知道很多人參加 但只是也許就是有另外一個人不參加 就像鮮草三射器 其實年輕人都不去啦 或是說他們那個什麼 他們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氣 所以才會去弄說這個 可能跟前朝文化的關係 都沒有了巴西嘉年華那種 那種登巴基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覺得說 欸 台北好像都市市都趕不上那個東西 但是 但是比如說我們也許會看到說 欸 台北買不到我想要買的東西 或是說 欸 我覺得這東西 為什麼不這樣保存得很好 但是同時我們私立也會看到 日本人也許還可以玩手 他們會覺得說 欸 台北是一個歷史就在生活裡面的地方 因為也許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古蹟是我們不需要花錢才能自己去看 他可能跟 呃 就是說很多 他可能跟生活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 那也許我們今天我們看中正區 或者是要看萬華 或像八道城 我們會看到很多古蹟 他其實都在生活裡面 但他們可能一直在被多 他還被多根掉 那種事 但我們還是可以幫他 很多樣子處在那裡面 或他可能就是 他就變成是 我們的生活裡面的一個 他可能在轉變中 也許他轉變的方式 但是並不是如果每一個人所預想的那麼的好 但是就是以這種髮亂的方式 台北也正在發展出他自己的這條路 那我會覺得說 這樣子的一個方向 沒有所謂的好或是不好 我會一直覺得台北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地方 那呃 舉個例子來說 好 就是我們這二選手來講的 就是 日本在三一之後 曾經有那個就是反核的人 就有那種反核的人 那個運動 但是他們每年那個反核的那個就是 就是遊行的規模 一年一萬人的那個 的規模避減 就是在 三一是2011年 然後在2011年 當年我們會看到說 所有 就是日本大部分的 就是 以大象限在那為首 那很多這些分子裡面 就是在那邊 從號少許的地方 剛剛我就講說 呃 日本作家有很多人都放棄了 有很多一部分放棄了 直接去關注社會議 但是他家裡長四個地方 那所以說大家正常 就是他可以得到被人講的 那 到今天大家 其實八十幾歲的大家 他還在創作 他也還在參加反核遊行 就是去大聲呼籲 但是每年一萬人的那個 規模遞減的反核運動 是不是讓我們去看到說 在那麼乾淨整齊 在一個城市的背後 其實 呃 市民也失去了 或者說 一部分是放下了 自己對於社會議題的 某些的責任 或是以實際的 用實際的行動 然後就表現他們的觀光 那其實我會覺得很難過的啊 就是 就是 以就是 這樣舉行那個 東京奧里提特的那個 對 東京奧里 在2016年這樣去世 因為聽到我們的首相 在爭取道的時候 他們說什麼嗎 就是外國人會問說 啊可是 會不會還有核災的問題 那我們就這樣 別忘記 東京離自道很遠 如果你是步道的人 你會覺得很難過嗎 我們就是這樣子 被 被 所以說 一個看起來 有理乾淨 秩序的城市 它可能真是省下 然後那些 邊緣的 然後黑暗的 然後非主流的 那些 你看那樣子 不斷換來的 我們在享受這些 有秩序的方面的 乾淨的 城市的同時 你是不是也要去問自己說 那我們要有 這樣子的方式來做 代價 還是換取自己的 小確形的 這樣子的生活嗎 我覺得這是可以 並不一定提供 一個一定的說法 就是有幾個現象的參照 可以讓我們去 更看到彼此地面去 因為我們也不可能 變東京人 就是我自己也有那個感覺 如果在那邊做了很久 可是我永遠不可能 都不變東京人 而且後來我也不想 變東京人 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那種感覺 陳老師 非常非常好 所以剛剛 就寫什麼說法 就是說 現在我們剛剛一直 讚美這個文學 很興盛 那麼 台北如果要跟東京人 來做更具體的表現 或者具體的比例的話 今天台北至少 這幾年來 有一個是日本 上的這個 我們台北有 台北的文學演戲 如果你把它當作一個 季節的話 或者是一個活動的話 那實際上 它也是一個活動 只是 是一個古老 日本的 譬如說 日本的季節是 古老的文化 習俗的 一種傳承的一種 一種季節 可是文學祭 其實也是一個祭典 今天大家 過來這邊 參加我們 台北跟東京的 這個座談 其實它也是一個祭典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台北這幾年來 的確是進步了 那過去的老台北 可能對我們來講 是 我們都認為它是 文化沙漠 然後是 強在沿上 磨粉的一個都市 那可是這幾年來 也的確確在 在庫古的工作上面也做了不少 那麼 我最後的結論是 反正 台北這幾年來的 這個文學祭典 其實東京沒有這麼 這麼 讓我們看到 是這麼 這麼去重視 把文學變成是一個祭典 那如果文學也不變成一個祭典 有時候會是一點好吃 這是台北 跟東京比較簡單 我覺得是特別的 有時候我在台北生活 我常常覺得 其實台北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 就一個晚上 會呈現出來的活動 都蠻多 像剛剛那個 這個蘭卡古啊 他其實是 就是說 像是哪個國家 還不喜歡超多的路面 然後簽名 也會寫這樣 簽一半個 然後 蘭卡古就會 就是有半個活動 那大家可以跟作家建立 可是就是要入場 對 張票有兩千塊 我想說 這應該是 台灣品質的好地方 然後 剛剛就說到說 其實作家也決定說 並非天赴飲 也是因為到達成宿去 這可能是有一點 我覺得其實潛作者 多半還是有很多負責 他至少 就是他體質要 跟別人有點不一樣 那 不管他對什麼東西 也改不出來說 那只是說 城市是一個更大的集合體 他提供更多的世界 然後更強烈的 還說刺激 所以 不知道是因為這樣有故 所以他也成為 就是可以 枝化創作的 一種 圓形吧 我想其實在 陪伍學季裡面 安排了 這種雙層的一種 對望 或者是 對話 其實 我想他的目的 當然其實是 希望在這樣的一個 參照的過程裡面 其實去思考 到底 兩個層次之間 的差異 或者是兩個層次之間 就像剛剛幾個老師講的 到底 東京有什麼 或許是 值得我們 敬佩的 我們值得我們 學習的 但是可能在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 歷史競爭的過程裡 他們可能 做了怎樣的選擇 而這樣的選擇 是不是 我們想要選擇 或者是說 我們要如何的在 他們已經 做了選擇 這樣的一個 歷史基礎 這樣子思考 如果現在台北 還有很多 新的機會 還有很多 一種 活力 一種重新 去示範自己 活力的一個機會 的時候 那台北到底 可以做怎樣的選擇 那我想其實 東京 有他自己 出生的作家 也有很多 從外地 來到東京的作家 那台灣當然 其實有很多 從別的縣市 來到台北 因為工作 需要 因為求學的需要 所以來到台北 工作的作家 那我覺得 東京之所以豐富 或台北之所以豐富 絕對不是 只是因為他們擁有自己原來的這個助理 那還有包括 他們其實同時也接受了很多 呃外來的 包括他們自己本國的文化也好 或者是整個世界形成的文化也好 只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 呃 吸收跟 呃 教會的過程裡面 他們怎樣的去 去做出了一個 他們自己的性格 那我想這個 或許是我們接下來 可以 呃繼續再去觀察 那在座九二老師 其實今天為我們提供了 我們非常豐富的觀看東京的 非常不一樣的眼光 那希望能夠 呃 讓大家能夠有些新的想像 新的思考 那我想我們今天的座場 就先到這邊告一告一告 謝謝大家 謝謝幾位老師的精采的 呃 呃 接著我們請四位老師先留步 呃 呃 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